忍头一边说着 旁边的人一边翻译 真的很愚蠢啊 在被我发现的时候 以你的程度应该知道 刺杀是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那时果断离开 或许真能逃走 大老爷暗自窃喜 没有说话 忍头笑道 无话可说了吗 我有两个问题 我身后这两孩子不错 招招要命 一点多余的动作也没有 刚才好像在和自己的孩子们动手一样 你把这些孩子训练得不错 跟着你们军队一起来的 有特殊手段的日本人也有不少 不过都是以个人名义前来的 好像只有你们比赫山市 几乎动用了整个组织来协助军队 辛苦训练出来的孩子 就这么急着带过来送死 比赫山对天皇蛮忠心吗 忍头大笑 忠心吗 那是那些武士大人们才有资格的事 在那些大人物眼中 我们拥有自己特殊又强大的力量 就不能再拥有自己的思想了 自诞生起 我们就是以工具为目的而存在的 终于有一天 当执掌天下之人认为 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我们 我们被封印在山中百年之久 不知不觉间 这天下却变了模样 将军被推翻了 所有人都有了姓氏 平林再也不用担心 走在路上被喝醉的武士老爷砍翻 好像所有人都被温柔地对待了 除了我们这些忍者 那些大人物制造了我们这些杀人工具 现在他们觉得 我们和这个温柔的世界格格不入 还是不想放我们出来 不过已经没问题了 和那些大人物达成了交易 用军功来换取新世界的接纳 你们这些大陆人的脑袋 就是我这些孩子们重建阳光的垫脚石啊 忍头拿着拐杖指向了大老爷 大老爷恍然大悟 忍头继续说道 满意吗 这个答案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嘛 也不算问题 大老爷从身后掏出官员 一把将其捏碎 我就是感慨一下 因为我都很意外 我是来杀你的 既然你觉得我已经失败了 那赶紧杀了我不就完了 跟我在这飞什么话 忍头把拐杖收了回来 拔出首次 是啊 确实不像我的作风啊 也许是被你那令人惊叹的身手吸引了吧 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像嘛 你所用的技巧 完全是行走于黑暗之人才会去掌握的 在异域见到了优秀的同类 即便是敌人也让我觉得很亲切 你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现在似乎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脑袋了吧 大老爷解释道 首先 我们唐门确实也做着见不得光的买卖 但唐门门人从来不是什么人的工具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出于我的本心 我是真心想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尽杀绝 其次 我现在的样子确实很惨 你也确实不用再担心你自己的脑袋了 大老爷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摸着后脑勺 因为从你让我接近到这个范围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死了 忍头一脸问号 这家伙说了什么 一旁的人解释道 他说 你已经死了 这些人的周围布满了单事 忍头意识到威胁 这个人 不是在虚张声势 左近右近 杀了他 大老爷准备在临死前 让他死的明白点 老东西 自我介绍一下 唐门 孝颜王 唐家人 忍头开始发作 手中的拐杖都拿不住了 这个感觉 是某种毒嘛 什么时候 他是怎么办到的 忍头本想叫金夫人 吸收自己体内的毒 结果没想到他也自身难保了 周围的人见状 赶紧过来 忍头叫他们别过来 命令左近右近杀了他 左近右近挥刀砍向大老爷 与此同时 大家都察觉到了异样 官员在震动 某人的气消失了 这次只记录了一个人的气 大老爷的事已经了结了 可以走了 不过好像不能走啊 李鼎这边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他身上的乌烧甲 已经被大壮打得破烂不堪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 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